周总 这个呢 是我特意为你而知的药膳 桂圆莲子枸杞鸩蠢粥 里面还特意添加了 生地 麦冬 玉竹等各种药材 总之就是你吃了以后 能够扶正补虚 越来越好 拒绝 周老先生 如果知道 周总这么大年纪还挑食的话 应该会很难过吧 来 周总 请 我来 我来 怎么样 好吃吧 来 看来我来错时候了 我走了 周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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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 小小姐 一几十三个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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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快 你快 不论点话的 来 来 周总 啊 好了 吃完了吧 我回移工作去 诶 诶 诶 周总 我已经让小时 把你下午的工作都推迟了 你还需要跟我去做 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 俗话说 饭后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 饭后试刀散步呢 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有助于身体未肠道 消化液的分泌 以及食物的消化吸收 周总 快跟上 周总 你怎么又挺 快快 快 走 伺候我恨你 加油 都已经发展到老夫老妻 一起散步的阶段了 这也太甜了吧 一起散步吹风 看天边晚霞和人来人往 好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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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太阳呢 在我们传统医学中 认为可以提升人体的阳气 而头为楚阳之手 是所有阳气汇聚的地方 反五脏精华之血 六腑青阳之气 皆汇于头部 阳光温序头顶百汇穴 可以温氧身体 提高免疫力 同时还可以促进 大脑的发育 以及头部骨骼的成长 也有利于头发的成长 或者头发很健康 不需要成长 像你这样 整天熬夜工作的作息 一定开始脱发了 我们要未雨绸缪 难道你想变成 秃子总裁吗 你 还有效果 周总 只要你以后每天坚持 重复这些动作 我相信你的身体情况 很快就会得到改善的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回去工作了 工作 有什么工作能做好的 今天上午的会议 你觉得你做得很好吗 说了一堆 不知所谓的乞汤 可是他们都鼓掌了呀 我告诉你 他们只是为了迎合我 但是 你作为匪人的代言人 你知道我们公司 是干什么的吗 卖饮料 好 就算我们公司 是卖饮料的 那你知道我们公司 有几种产品吗 原材料从哪里进货 经销上 供应上 有什么样的吗 公司经营靠的是 专业人才和专业的知识 你懂营销吗 你懂市场吗 你懂管理吗 你觉得我们公司 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吗 我告诉你 我们公司 连最基本的实习生 都是经过层层筛选 才有机会的社会精英 我可以学 我可以从最基本的 开始学起 师傅说过 切人舍之 朽木不舍 切人不舍 金石可漏 我相信只要我努力的话 一定可以成为一名 合格的员工的 又是这道所谓的鸡汤 很好 既然你还坚持的话 那我等着人家小池 把公司的资料给你 等你背完公司 最基本的资料之后 在这儿找我吧 好 那周总再见